龙年的脚步是越来越靠近了 您感受到新年的气息了吗 一条48米长的巨龙盘旋在日轨边缘 还可以360度旋转 是中国四川第三十届国际恐龙灯染的重头龙 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农历新年的气息 第三十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 在四川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璀璨节目 在上千组各具文化特色的彩灯中 主角就是这条长达48米的巨龙 盘旋在日轨边缘 还能360度旋转 龙活龙线气势浩大 今年的灯会主题以华夏文明的故事为创作题材 将传统彩灯和多媒体环保元素结合 展现出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 以及新时代的文化创意 我们自贡首次采用无私工艺来塑造形象 它没有骨架 表现的柔美的东西特别适合 比较壮观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主题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龙 我觉得非常漂亮 很开心 看到我画的画变成了一个灯 我觉得非常开心 灯会还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儿童的 三千多份艺术作品 通过工匠把它们制作成一盏盏的灯笼 对挂在巨龙身旁 寓意着通过龙的传人的眼睛来展望中国龙 镜头转向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 随着春节临近 花市也出现消费热潮 买鲜花布置家居是中国人过节的一大乐事 每一种年花都有不同的吉祥寓意 买对了年花是把春天引进家门 一年都幸福好运 云南省昆明市的斗南花卉市场 平均每天处理15万包鲜花 比去年同期增长27% 这些包裹会在48小时内送到中国267个城市 为了保护鲜花不受低温影响 许多包裹都覆盖着棉质保温材料 运输车辆也配备温度控制系统 每天发的话现在是19条干线 临近春节的话 我们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40台干线车 也会发往每天发出去的 这里的鲜花市场驻扎了200多家物流公司 80%的鲜花是通过冷电车辆运输 而且飞往成都 重庆 贵阳 广州 深圳和西安 这六个城市的航空包裹 都可以在两天内送达 另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爱丽丝也迎来了武龙庆典 中国驻阿根廷新任大使王位为武龙画龙点睛 欢庆龙年的到来 龙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像是一个童话 像一个故事 在故事里面的一个动物吧 因为它是在人的每天生活里面 是看不到龙的 所以龙也代表大家有一个想象力 中国对龙看作是非常神圣的一样 一个动物 所以在十二生肖里面 翔龙舞动有祥热意义 全球华人已经开始准备迎接 甲城龙年的到来